你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加州湾区新冠肺炎住院人数屡创新高 加州病房人数最近首次突破2000人大关 病例激增 医疗设备供不应求 医护人员负担沉重 部分癌症筛减和儿童疫苗接种也被迫延后 旧金山加大 这个月因为感染新冠肺炎 住院的人数创有史以来新高 为了保护前线医护人员 旧金山加大医院舍弃使用一次性的防护衣 改用可清洗的防护衣 佩戴N95口罩 加州州长纽森表示 加州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出现 加户病房病人增加的现象 加户病房空床只剩不到两成了 5月和6月加州新冠肺炎的住院人数 一直稳定保持在大约4500人左右 但是解封之后几周之内 病例数不断的攀升 上周末加州住院病患人数暴增到7800多人 洛杉矶县的住院病患人数达到2270多人 人数最多 6月下旬 湾区的住院人数大约有300多人 到了7月中 湾区的住院人数已经增加到700多人了 湾区病患人数暴增的原因 主要和圣坤町州立监狱爆发集体感染 以及墨西哥边境的Imperial County爆发大型感染有关 San Jose的Good Samaritan医院 东San Jose的Regional Medical Center Santa Clara County经营的三家医院 Santa Clara Valley Medical Center All Corner医院 St. Louis Regional医院的住院病人都增加了 在湾区Alameda County住院人数最多有180多人 其次是Santa Clara有149人 Contra Costa County第三有105人 疫情在攀高峰 Santa Clara County原本下令可以重开的健身房 美甲 沙龙 理发店等等室内商业活动 都在13号被县政府再度下令关闭 开了又关让很多来不及修剪头发的人很懊恼 Santa Clara County县政府表示 这是州长针对全加州快速并且令人不安的 新冠疫情做出的果断反应 呼吁大家持续严守卫生命令 防范病毒扩散 感谢收看 下次见